又是一部和游戏有关的电影 那类似失控玩家呢 以虚拟现实作为背景的故事 在近两年大四星起 主人公们在数字世界里伸张正义打包不平 不过有这种想法的编剧 必然是没有玩过大场游戏 否则他也不会觉得 游戏里面存在平等和自由这种东西 除非他已经冲上了三级的新乐会员 本片的主人公是一个 在银行里干出纳的NPC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 被打劫的玩家踩在地上 那出纳这个设定 他算是社会的最底层了 比方讲老一辈的上海人 他们去银行领工资的时候 拿到手上都要忍不住 跟出纳感叹一声 蹭那嘎索啊 久而久之 蹭那就变成了一句 令人不快的问候语 就像这样一个人尽可泣的底层人物 他却在虚拟现实当中借助了 迪士尼、Capcom和漫威等众神之力 最终不出所料地保卫了游戏世界 类似头号玩家呢 本片也出现了许多 美国流行文化的符号 但是失控玩家的主演 制片人毕竟是死士出身嘛 他比起致敬呢 他更多时候是在调侃这些IP的吃相 电影里面有个段子 因为自由城这款游戏很火 老板就要去做自由城二和自由城三 来靠续集人情 程序员就问他 为什么不做一款有营养的原创呢 却被老板反问说 客人喜欢吃KFC 我做KFC就好了 为什么我要花心思做有营养的东西呢 而实际上KFC嘲讽的正是 包括迪士尼自己在内的快餐文发达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 失控玩家这部电影 它是迪士尼在近年来做的 唯一一部原创剧情 因为系列IP真的实在太多了 没有功夫搞原创嘛 他们之前用IP圈了一拨观众的钱 现在再骂自己用IP圈观众的钱 接入神经重现触觉啊 前听觉啊这种程度 那未来这些新的感官术 它会提供更丰富的游戏玩法 但是现阶段 我们还是以影像作为一个主体 游戏制作它就陈希自电影创作了 从剧本到分镜设计 从特效到动作采集 游戏所需要的艺术和技术 它都来自一众记忆双修的电影人 而包括导演演员在内的主创 因为能够掌握故事的走向 其实他们在不经意之间 就像沉浸在一个虚拟现实当中的玩家 有些电影作者 他会把玩家的心态 带回到现实当中 潇洒地改变一些 人以为不能改变的事情 比如说性别 不过对于大多数的观众而言 再棒的电影也难以混淆现实 面对摆到你面前的两颗药丸 观众实际上是无法伸手 选择自己想要的答案的 在电影之前的艺术作品 从文字到绘画都是如此 再好看也还是个死物 顶多就算一个高位截贪的虚拟现实 观众的哭哭笑笑 他无法对既定的作品 造成丝毫的动静 就像你跟一个充气娃娃 谈恋爱是一样的 直到游戏的出现 它凭借其独特的一种本领 补完了虚拟现实的最后一块评图 那请问这是什么本领呢 一定有人已经开始点这个小方块了 那希望通过这个玩笑 让你切身的理解影像和游戏的区别 其实在电影史上 有过许多人为了尝试制造 身内其境的虚拟现实 开发了许多的邪术 像是斯皮尔伯格的特效合成 李安的120帧 还有卡梅隆的3D摄影技术 尤其是3D 他成为了万恶之人 阿凡达之后电影一夜陷入了一股持续十年的3D圈前广潮 3D它其实本来模拟的是人眼的原理 同具它使得左右眼在水平位置存在一定的视角差 那两个图像互相对照就在大脑中形成了纵深感 但是去电影院的话 只有坐在正中间的皇帝座 你才符合那个同具而边上的座位 因为角度差太大了 左右眼的这个画面会对不起 整体看出去就会偏暗偏糊 3D电影目前呢 观影体验是非常差的 于是这两年电影的最佳赏位方式又回调 成了失控玩家现在所使用这套RDMX 而与此同时呢 李安的120帧也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 大部分的电影院开走马力只能跑到60帧 我还是在电脑上看到25帧的部分 那你看他们花了大力气去做的技术 好像没有什么建树 难道真的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吗 那也不全是啊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 电影人这种无心插流 它成了营造虚拟现实必要的技术 那为什么一个电影人会钻研出游戏的技术呢 其实这就跟画家去古搞电影了 是一样的 画能动就成了电影 顺其自然 电影能交互就成了游戏 为什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玩家系的题材 是因为技术和艺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的 我们恰好生出一个电影和游戏交接换棒的时代 这个时候我相信有些文艺的同学 或者偏年长观众就会有些质疑啊 绘画算是艺术 电影算是艺术 游戏层也能传艺术吗 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像 人能算是动物吗 两种相悖的答案 各自都是说得通的 在讨论游戏是不是艺术之前呢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艺术 那举例来说 放在美术馆里的这些藏话 尽管大多数人看不懂 但假如我说他们是艺术 应该嫌有人反对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倒退到200年前 在表现主义啊 超现实主义啊 立体主义啊 印象派 野兽派 少年派啊 10点开始绘画彻底丧失了功能 小阿东升级为艺术呢 许多人应该想到了 就是在1839年盖茨的赵昌基 在法国诞生了 这个时候老画家们的生存空间 就受到了挤兑 毕竟你画得再像 你不如拍得像 老画家们就开始叛逆强调说 我不是画不像 我是不想画得像 像 多low啊 多没想象力 于是不久之后呢 印象派就诞生了 再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越来越地谱 始于倔强终于抽象 可见摄影的出现 它逼迫了绘画往艺术性去发展 像这样 从像到不像再到抽象 并非是绘画一家如此 艺术史的发展大都如此 惊人的相似 那游戏和电影的关系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回到主题啊 游戏是不是艺术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态度是无所谓 因为游戏的心圣 它会挤兑电影在娱乐上的功能性 丧失了娱乐功能的电影 会被逼回成艺术表达的媒介 那才是我像看到的电影 我很高兴有人质疑说 游戏是不是艺术 这代表有人还看得起艺术 但是我们看当代艺术 一定不能太认真 因为艺术就是爆炸 前面说到玩家系的电影充斥着美式的流行文化 假如你准备去电影院看失控玩家 你可以注意一下 这部片子全场观众呼声最高的是哪个画面 那个时候你再想一想 你明明身处在一个中国的电影院里 你却发现大家对着美国心条旗上的一颗心 去欢呼呐喊 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感叹现代流行文化的强势了 流行趋势它不会因为个人的习物改变 你认真计较 哪输的就是你自己 以波浦为首的大众艺术获得了天使地地人和 它没有营养 没关系 主要它得没有门槛 它得用一些尽可能更多人知道的元素 尽可能制造话题性 它就一定会成功 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传播价值决定了商业价值 而商业价值决定了一切 再者当代的艺术环境也过于饱和了 比方讲过去已经存在了太多的经典佳作了 哪怕你现在想出了一个很精彩的原创画老片 别人看完会夸你 小蝴蝶了 如果你想出的是一个很精彩的原创科幻片 别人会夸你 小诺兰 你想出了一个非常骚的原创剧情 别人就会说 小王家卫 就像这样现代的原创作者 他要登峰造极的难度和成就感 他不成正比 诸如此类种种原因 共同作用 他就导致了当代的艺术 自然而然的从神坛跌入到反承了 但这不是坏事 而是趋势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其中 越来越多的人拥抱了艺术 艺术才会像炮弹片一样 以一种最好的形式消散了 在黑客帝国诞生了20年之后交互的按钮才正式出现在了真人电影当中 潘纳斯奈基他讲了一个创作多线程游戏的程序员 他受到了来自一个流媒体网站Netflix的精神控制 在他人生的每个节点 这个网站上的这个观众他都能通过点击屏幕 他选择一段不一样的展开 虽然只是最基础的二选一 但是零和一是程序员最原始的浪漫 两者延伸出了无数个回路 拓展出了现在一整片的数字文明 原本90分钟的电影体量也拓展成了五个多小时 随着交互的节点越多 玩家的自由度也会越高 当你把一个游戏分析到它的基本上 它是一个设计的数据和选择 所以你必须选择 你花了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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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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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否还可不得了 所以我把这些研究 我把这些研究了 我把这些研究都能够做 在什么情况下 在这些研究的情况下 也会在这些研究中 是一部分的疾重性 不知道他在讲游戏的 我们还以为他在讲人生呢 当然 本来游戏就是以人生作为原型去做的 穷人的生活 就是横板的2D 只有上下左右四个选项 那有钱人的生活就是3D的沙河 他可以去到360度 可以去到任何的湿河远方 好在游戏有着独立于现实的规则和选项 这让一些人在游戏里的选择 也许比现实当中还要多 现实的限制主要源于生理病痛 或者是物理法则 黑镜这一集的主人公 他就是因为膝盖受伤难以活动才会 流点忘返于游戏里那个健全的身体感知 还有阿凡达也是这样 瘫痪的主角 他突然进到一个一奔三尺高的身体里 人造的阿凡达就比残疾的自身更有实感 在失控玩家当中 你也可以频频听到阿凡达这个术语 他指的就是人在虚拟世界里操控的那个角色 阿凡达的本意是神的化身 但是讽刺的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阿凡达反而更有可能找出真实的自我 那顺带一提历来所有的技术都会首先 与两个主题上进行尝试这一幕呈现的情色 以及这一幕呈现的恐怖 两者都是无法抗拒的生理刺激 所以是最初效果的 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提到的都属于一种人机交互 那接下来我们说另一种人人交互 这是游戏加上互联网的成果 上网冲浪的历史其实很短 那联网对打也就是二十多年前在各国之间行起来的事情 在头号玩家当中主人公首次登场玩枪战的那颗星球叫做Doom 致敬的就是最早的同名网络游戏了 通过电话线它实现了远程人打人 不过大多数时候交战胜过了交互 到了失控玩家借鉴的GTA时代 组案文化就发展壮大 互联网好像就是一个话粪池 但步伐还是人间有真情在的 像我们这种现实里面比较羞涩的人 亏得靠打游戏才能认识几个朋友 沉迷网游的人他主要是沉迷朋友 而这种弱点他毕竟被大厂收到 他们就像彩查女一样时间圈你花钱 那一款顶级的单机游戏 他所有的时候他未必会有课金游戏搞一次活动这么多 许多的玩家在网游里面花了钱出了血 在游戏世界里有了一些作为 他感受到了自由 但前面我们说到自由的本质是选择 我们在游戏里的选择终究 都是做游戏的人安发好的 他不想要的从一开始就不会有这个选项 潘纳斯奈基就强调了这一点 目前的游戏不存在自由 只是存在被控制的错觉 那些看似可以自由往来的节点 比如说魔兽的炉石啊 巫师的路牌啊 直郎的菩萨像啊 其实都是串有一根设计好的引线 把你从一个点引到下一个点 那良心的作者他会引导你的游戏体验 黑心的厂商他会引导你去花钱 要在虚拟现实创造真正的自由 需要技术和人性继续发展许多许多年 我觉得你我的有生之年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我们这代人只要知道无论游戏再好还是现实更重要就行了 那最近出了一部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啊 叫做绿一骑士 他讲述了在国王的圣诞晚宴上一个男孩挺身而出 他接受了魔鬼的游戏 假如他能够战胜魔鬼他就会获得力量和荣耀 但作为交换一年之后的同一天 他要前往魔鬼的教堂 跪在地上以同样的方式偿还他赋予魔鬼的伤 决斗刚开始呢魔鬼就投降了 这让男孩觉得自己被耍了 恼羞成怒砍下了魔鬼的头 他以为这一切就此结束之际呢魔鬼的身体 大笑着爬起来剃头而去 男孩后来被封为了骑士享尽了荣华富贵 直到次年的圣诞他被迫遵守游戏规则 历经贤祖上西天去还原了 跪在了魔鬼的面前 但是此时他突然贪恋起了人间 他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跟着违背了骑士精神 逃回了家乡吃喝挑赌 直到壮年继承了王位取其身子 功臣略地 直到晚年战败丧子 成奸人尽苦果 最终落魄收场掉了脑袋 再强悍的一个王终究 还只是一个人 抵不过生老病死 在他所目睹过的伟大自然面前 他发现人并不能留下丝毫的足迹 突然他又惊醒过来发现 自己还跪在魔鬼的面前 刚才的人生一串只是 发生在脑海里的走马灯 刚才经历的都是虚拟的现实 但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 人生一梦吃喝嫖赌到头来 也没有比遵守游戏规则的骑士精神 实在多少 于是他做好了准备 选择短痛 人生随着游戏一起结束 看完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还没有办法总结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但是后来几天我看书的时候 忽然读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遇见过外星人 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个男人在走马灯之后 坦然接受死亡的样子 会不会在我们之前的那些物种 在发展出足够高度的精神文明之后 都自然而然的顺从于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 去往了生命必将经历的那个终点 至此我认为 艺术最终的功能性是为了引导人类 在生命的最后体面的到达终点 就当是结束了一场游戏 那总结来说我认为 艺术是死亡的导游 是人类的入点诗 文学 音乐 雕塑绘画电影都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 假如他手边拿着一本书或者一支画笔 眼前放着一幅画或者一部电影 都会比他死在一架被遗弃和插管包围的病床上 体面太多了 个体会死 物种也会死 这么说有些抽象 那我们举一点实际的例子 大家奔小康之后呢 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越来越丰富的爱好 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啊 精力啊 金钱啊 花在了生活而非生育上 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的趋势在逐渐蔓延 对许多人来说 书和电影都可以沉迷 何况是可以交互的游戏呢 我前面说了有些内向的人 在现实当中未必能交到朋友啊 虚拟现实简直比现实还要真实 也许在很久以后的游戏世界里 会像失控玩家一样 呈现出一个理想主义的虚拟现实啊 风景修理何家欢 那个时候的人类也许可以放下 肉身所在的现实修现而去了 但那一定是我们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 孙子的未来的事情啊 我们这一代还得活在当下 哪怕你去看那些造梦的电影作者 他们看似在鼓吹虚拟现实 自己还不是在家里数钱 真的 那么感谢你的时间 散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